英国首相卡麦隆最近正在中国大陆访问 许多国际媒体随行报道 但美国彭博通讯社的记者 却被禁止参加新闻发布会 外界怀疑这是中共再一次干预新闻自由的手段 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国际财经通讯社彭博社 近来在中国接连遇到麻烦 除12月2号 随英国首相卡麦隆访华的记者罗布·赫顿 被拒绝进入新闻发布会会场之外 上个月还发生驻华的两个记者站 遭中方便衣人员登门骚扰 美国财富杂志12月2号报道 中共当局在11月末的同一天 以安全检查名义 分别突袭了彭博社设在北京和上海的两个记者站 但检查人员却要求彭博总编 就之前把中共比喻为纳粹政权的言论公开道歉 彭博资深主编温以乐在10月末 砍掉了驻香港记者对中共领导人 与中国富豪间的财富关系调查报道 他跟记者说 如果我们登出这则报道 我们会被赶出中国 同时他还辩解 外国新闻机构在纳粹德国治下 也是通过自我审查来维系报道能力 11月中旬 美国纽约时报和英国金融时报分别报道 彭博社拒绝刊发记者有关 中共高官同富商关系的调查报道 是由于担心在中国的运作受到影响 而自我审查 中共这次对彭博社是采取一个制裁的行为 或者可以说报复的行为 揭露中共的贪官 以及他们内部一些消息 甚至于彭博社本身已经自恋了 他自己控制自己 很多材料还没有公布 在这种状况下 中共还是不满意 据彭博社员工们说 自我审查不到一周后 关于中共高官子女受雇于外国银行的 另一篇报道也遭封杀 纽约时报披露 之前被彭博扣发的共有两篇报道 都是由驻香港资深记者傅财德撰写 金融时报11月17号引述消息来源报道 傅财德已经被停职 中共给自由世界的媒体读者都可以看到 你这个人不能建议滥仓吧 建议滥仓吧 你就是要报复啊 没有一个做人的准则 你做坏事人家不能批评 对中共来讲损害更大 无论是经济金融以及这个面子 政治上都损害了 3号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宏磊称 彭博社记者被拒绝参加新闻发布会 是场地原因 可是当记者问到关于搜查彭博记者战时 宏磊没有做出正面回答 新常人记者易如长春李勇采访报道